大家好,我是小柱,这里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解放大道 这几天有几个外省的粉丝私信我说 让我拍下武汉的同济医院 他们说准备来武汉的同济医院 来这边来检查身体 有的时候来这边来看病 所以说我今天特别的过来拍起这样的视频 刚刚从这个医院的旁边看到没有 这边人都好多 然后这个左边的话 进医院的车也在出现了一个排队 我昨天去拍了武汉的协和医院 不过说实话 昨天武汉的协和医院人特别的少 不管是急诊还是发热门诊 都是没有什么人的 但是今天走到这个同济医院门口 发现这个同济医院这边人还是挺多的 看到没有发热门诊 然后这个医院的门口这边的话 看到没有好多人 然后前面还有摆摊的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武汉的同济医院 它就位于武汉的解放大道上面 就在这个解放大道主干道上面 对面的话就是武汉市非常高端的商场 什么K11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紧挨着武汉的协和医院 都在这个解放大道上面 在武汉的话流传这样一句顺口 就是说解放大道三把刀 同济医院161 这句话的话分别是说明武汉 有三家非常好的医院 同济医院的邪恶医院和161医院的 哇塞 这边摆上卖榴莲的 卖烤红薯的 这边看到没有 到这个医院门口的话 好多人的 我现在直接可以走进去了 朋友们看一下 现在进入这个医院里面 是不需要查看你什么健康码 行政码的 这边是急诊 前面的话这边是门诊大楼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武汉的同济医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进入武汉这个同济医院里面 是不需要查看什么健康码 行政码和这个核算码的 是可以直接走进去的 并且现在进入这个医院 也是不需要查看任何的一个码的 这边是同济医院的一个正大门 我们看一下好多人往这里面走 看到没有 这个帅哥拿着他老婆 都是戴着口罩 然后老婆穿了一个睡衣 朋友们知不知道这个同济医院 有没有这个地下停车场 因为我每次来这个医院 发现这个医院里面 上面停了好多车 但是我也没有看到 有一个地下的一个停车场 这个医院到底有没有地下停车场 欢迎朋友们在平时去给我留言 有知道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上面停的车好多 到处都是停的车子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停车场 创建国际一流的医院 走进来了 发现这个同济医院里面的人 好多 昨天去那个协和医院里面的人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但是这边的话人真的特别的多 长江之宾黄河楼下 有一所海内外文明的医院 它就是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的同济医院 1900年 同济医院有德国医师 埃利西宝龙 创建于上海1955年 签之武汉 经过120余年的建设业发展 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科门类齐全 英才名义汇翠 师资力量雄厚 医疗技术精湛 整疗设备先进 科研实力强大 管理方法科学的 及医疗教学科研公共卫生 和陪干位一体化的 现代综合性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的医院 综合实力 居国内的医院前列 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试点医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个医院内部的 一个休息区 我们看那个花台上面 也是做了好多人 看到没有 这个医院我今天发现 不管从哪里都是人 真的是好多人 因为这个医院 它不光准备是武汉市 它准备是全国各地 因为每天全国各地 有很多外甥的朋友们 也会来这边来检查身体 刚刚那个石头上面 写的标语真的好牛 重于泰山 生命之托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同济医院里面 到处都有这个漏标 所以说来这边看病的话 也是特别的好找 因为这个漏口 每个漏口都有这个漏标 武汉的同济医院 大家现在所看的这个院 是一个主院区 还有一个光谷院区 还有一个中法新崇院区 所有的朋友们 来这边看身体的话 它这个三个院区 是不一样的 一定不要搞错了 哇塞 这边这栋楼是在装修 还是刚刚建的 好大一栋楼 正在建设当中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外壳大楼8 然后旁边这栋楼的话 是刚刚在建 应该是搞装修吧 看到没 它是建好的 然后这个外壳楼8的话 也是好大一栋楼 密密麻麻的窗户 哇塞 这是8号楼 外壳楼的8号楼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正前方的话那边是一个综合楼 也是特别高的一栋楼 看到门口也是停了好多车子 看到没有 好高一栋楼 旁边的话这边是一个行政楼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行政楼是7号楼 武汉今天是晴天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路边好多在这边 晒太阳晒得睡着了的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小公园 小公园里面也是坐了 好多人在这边晒太阳 哇塞 这个人直接是睡在这上面 我的天哪 看到没有 直接躺在这里晒太阳 小公园里面也坐了好多人 应该是家属 有的可能是来这边 检查身体的 我现在来到这个门人大楼 这边是二楼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二楼这个情况 人还是挺多的 看到没有 这边还有好多 这个凳子上面坐了好多人 我现在上到这个三楼了 朋友们看一下 三楼这边一个情况 三楼的话 这边是内科 这边那边是壁区 我们看一下这边 人还有好多 好多人在这边排队的 每个人来这个医院 都是自觉的戴点口罩 看一下没有 这边是内科 还有什么新电图科 武汉的同济医院 它的医疗附 立足于华州 辐射全国 主要医疗的指标 位置全国的潜力 出境前茅 积极开拓 新服务 达造新医疗 哇塞 这边坐了好多人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看什么消化科的 现在来了这个四楼的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四楼的一个C区 这是B区 什么副产客 看到没有 这灯上面都坐了好多人的 真的没有想到 今天过来 这边人还是挺多的 朋友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门镇大楼的一楼 这边是一个进出口 看到没有 没有任何人查看 你什么健康码行政码 直接可以走进来了 这边的话 好多这个自主服务机 在这边挂号交费 特别的方便 说实话 现在这个交费的话 真的是很方便 到处都有这个自主机 我们看这个一楼大厅里面 进进出出的 可以说人山人海 人特别的多 因为有很多外甥的朋友们 也是在这边来检查身体 有的来这边来看病的 所以再导致这个医院里面的人 真的是挺多的 不过说实话 这个医院 我每次过来人都特别的多 它是武汉来着 整个华中地区 最好的一个医院 所以说它每天的话 这边这个人流的话 都是挺大的 每个人坐在上面 可能在这边排队 在这边等 都是自觉的佩戴点口罩 还有拿着个行李箱的 应该是在这边住院的 还是怎么回事 春华秋市 桃里芬芳 童谨医院治血严谨 在国内独树一职 这里孕育着13位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士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做什么CT的 我现在出来了 刚刚在里面逛了一圈 发现这个童谨医院里面 人还是挺多的 不过说实话 每个人都自觉的戴着口罩 好了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实派 本期视频就到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